TAKARA TOMMY 本次尽量以TAKARA历年所推出的代表性商品以及事件介绍为主 来了解TAKARA与财团B在玩具业互相缠斗的故事 TAKARA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55年9月出生与福岛县盘城市的佐藤安泰 在东京市葛市区本田木佐挺开设一家化工材料制造企业 佐藤以西十业有限公司 直到了1960年安泰以公司诞生地保挺为名 更改为保以西十业有限公司 隔年由于保的日语讯读音为TAKARA 便将公司更名为TAKARA以西十业有限公司 最后到了1966年公司名称才终于安定下来 确定简单地缩短为TAKARA 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 TAKARA便转型成为一家以设计生产儿童玩具为主的公司 进军娱乐界 有意思的是只要讲到TAKARA代表性作品 直觉都会联想到男孩们最喜欢的勇者系列变形金刚 但TAKARA最初是获得美国玩具公司美太许可 在日本市场发售芭比娃娃系列玩具发机 才站稳市场脚步 但TAKARA也没有忘记自主开发玩具 才是能让公司长久生存之际 因此安泰便研发出战后日本的畅销塑胶玩具 章鱼娃娃 以及比芭比更女性化 更偏向东方人喜爱风格的小丽卡娃娃 因此长期占领了日本女孩玩具市场 这些产品中 黑脸章鱼人尤其非常成功 甚至在1980年代后期 还成为公司的吉祥物印在了logo上面 不过大家没想到 起初是以销售女孩玩具为主力的TAKARA 竟然一念之间转型开发一系列以男孩为主力的玩具 先是在1971年 与美国海资宝公司购得了战斗桥 12英寸军事主题人偶的日本贩售权 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TAKARA公司不曾想到这次的契机 将会跟海资宝公司在十多年后 成为他们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 但是战后的日本对战争题材非常敏感 因此销售极为惨淡 为了让日本儿童玩具市场能够接受 TAKARA只好重新制作定义开发 甚至赋予战斗桥超能力 于是设计师虽然用了战斗桥玩具的素体 但涂装和服装完全改变 并追加了电镀零件和各类配件 将原有的冰人改造成了机器人 并在隔年也就是1972年 发行的被称为变身改造人 其特色是可以换穿任何特色人物的服装 变成当年日本流行的特色英雄人物 也因此获得了广大市场孩子们的喜爱 不过在1974年 世界开始发生石油能源危机 大尺寸的玩具会让成本提高 TAKARA便决定把玩具做得更小 从12英寸改为3.75寸 这样就能拓展捞钱的领域 诸如载具、基地等 也能在可控的成本下生产推出 因此众所皆知的新品牌 维新小超人诞生了 这个新系列以多样的载具基地 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而1978年TAKARA打算拓展外国市场 在西方国家发售硬币回力车少罗Q 其产品特色就是车子如硬币般大小 可爱好收藏 所以广受大众喜爱 并成为极具收藏价值的玩具车 截至2009年 少罗Q玩具车的车型 共有3000种以上 全球累计销售数量 更超越1亿5000万部 直到了1980年 维新小超人更在 不满足于现状的TAKARA企图星之下 开辟了另一个不同于昔日 以人物换装为卖点主轴 而是改以聚焦在机器人的 新系列戴亚克龙 以及1983年推出的维新变形 由于这系列机器人的多样可玩性 举凡是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机器载具与生物 总之所有的物品都能够变形成机器人 让许多孩子们爱不释手 但是在1980年7月 玩具一哥财团B 发售了一系列席卷市场 一阵旋风的钢弹模型 把TAKARA本来顺风顺水 赚饱饱的男孩市场 弄得迷迷迷迷迷 虽然TAKARA目前毫无办法 击溃财团B的金基姆钢弹 但是他们的维新变形戴亚克隆系列 却在一次于1983年6月 东京玩具展展出时 被孩之宝的厂商代表 在会场上看上了 并且大为欣喜 他赶紧传达这些玩具消息回总部 托人说服当时的孩之宝CEO 与研发副总裁 赶紧获取这些玩具的授权 并带回美国市场上销售 此举正好与TAKARA一拍即合 因为1983年初 TAKARA在美国已发售了一小部分玩具 但是TAKARA后来发现 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与手段 在强者如影的美国市场上 争得一席之地 因此能够与美国玩具厂 海之宝合作 可谓是如鱼得水 海之宝将戴亚克隆与维新变形 两个系列整合 重新包装成迎合美国市场的新品牌销售 将其命名为变形金刚 并且联系长期合作伙伴漫威 为其量身定做变形金刚的世界与角色 于1984年开始发售玩具 配合漫画的方式推出 一下子就在美国玩具市场上火出圈来 甚至还宏回到了日本 塔卡拉这神哪一笔 严重影响到了财团B在玩具市场上的地位 反将钢弹模型打得溃不成军 至于塔卡拉与海之宝合作 垂承出变形金刚的过程 热血军之前也有制作过特辑 秘星实在是非常精彩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右上角收看哦 由于玩具市场上不断失守 吓尿了财团B为了终止这个颓势 赶紧派出首席玩具设计师春上克斯 与老美的吞卡合作 整出了一个百变雄狮系列 也是被戏称为原主变形金刚的动画 为什么粉丝们会这么说 因为晚他半年出的变形金刚动画 很多地方都是从他这边抄来的 但由于吞卡的稍操作 与误判情势 把春上克斯设计出来的帅气机器人 整形成脸部造型一个比一个还痴呆的模样 搞得连小孩子都追不下去 万代因此赔了夫人又折兵 更讽刺的是 1991年吞卡公司 几百变雄狮版权 还反被孩子宝公司收购 其世界观被并入变形金刚世界 这两年间 变形金刚在美国市场就赚了1.116亿美金 依照协议 塔卡拉跟孩子宝五五分账 赚来的钱可是财团B数十年的总和 然而 就在塔卡拉以为终于要高枕无忧 可以靠着变形金刚躺着吃三代 取代财团B成为玩具一哥之鱼 哪想到猪队友孩子宝竟然自己做死 为了眼前的利益 想要推出博派新角色 继续卖更多的玩具捞钱 因此出了一部变形金刚大电影 轻易刺死小孩们心目中的英雄柯博文 让孩子们开始讨厌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因此进入了很长一段 萎靡不正的黑暗时期 这下反让财团B有了反向超车的时机 靠着立刚弹好评如潮过硬剧情 重返玩具盟主地位 塔卡拉眼看猪队友孩子宝引火自焚 招踏苦心经营的IP 未免自己遭受千年脱下水一起死 便决定让变形金刚的故事 另外独立出来一个宇宙 在日本令其如灶与美国分道扬镳 发售一系列符合日本孩子们胃口的变形金刚 分别是 1987年头领战事 1988年赢者战事 1989年胜利之斗争 1990年微型地带四部曲 这系列的高峰期 在于赢者战事超神雷恩 与胜利之斗争星宇 深受日本小孩子们喜欢 但有建于1990年玩具市场上 已经是真实戏的钢弹天下 独领风骚无法撼动其地位 因此塔卡拉决定主动于日生动画合作 开始针对3到5岁的男孩市场 以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胜利之斗争 博派领袖星宇为范本 一年一番的方式推出广受男孩们喜欢的勇者系列 起初由勇者艾克斯凯撒为领头 经历了太阳勇者 勇者传说 勇者特辑 勇者警察 为系列最高峰之后 黄金勇者 勇者指令收视率却开始每况愈下 于是塔卡拉决定放手一搏 以勇者王作为勇者系列最后豪赌 但是塔卡拉终究还是无法满足眼光 越来越高的孩子们 玩具销售以及收视率依然惨淡 再无法发大财 以及随着财团B并购日生动画的状况下 塔卡拉便决定 让勇者王作为系列最后作品 而2000年推出的OBA版勇者王Final 反倒吸引了高年龄层的始终粉丝 成为财团B没节操的恋财工具 再加上2023年勇者宇宙的漫画推出 也属于是后画了 顺道一提 在这之间 塔卡拉还是没有放弃 日系变形金刚动画以及玩具的发行 例如较有名的机器人战技 火焰康宝 狮王康宝 超能合体 银河之力 三层合体等等 因为篇幅的关系就不一一举例 而1988年 塔卡拉也发售了深受小孩们喜欢 由日生动画家广景王子 推出的一系列小孩子拯救世界的故事 分别是1988年魔神英雄传 1989年魔动王 1990年魔神英雄传2 一系列模型商品 并且广受好评 这时期 塔卡拉还为了与财团B的BB战士 SD战国传对抗 将魔神英雄传及魔动王的机械角色 以二头身比例重新包装的系列 名为阿达英雄传 可由于角色重复性过高 稍微改一点造型 换个色就当做新角色来卖 导致跟SD战国传相比 造型品相略显单调 最终还是被市场淘汰 而魔神英雄传也魔动王 则随着动画结束热潮退去后 模型也逐渐消失在市场上 塔卡拉除了机器人系列的玩具开发 还在1993年发售弹珠超人 是一种从腹部发射弹珠的 二头身人形玩具 参考哈德森的轰炸超人设计而成 这系列一直有不错的销量 更持续推出爆外传一至五部 直到了1995年 塔卡拉以弹珠超人为基础 接续推出进阶版的超级炸弹人系列 这次附加联射机能的同时 还追加了各种零件组装 以强化各机能的改良 并从组装完成的商品 改成塑胶模型的组装方式 改造度等都飞跃的提升 发售后随即开始漫画的连载 接下来推出的战斗弹珠人 更以新颖的对战模式 自由地更换弹珠人零部件加强性能 持续改变替这一系列续命 当孩子们都涉逆了弹珠之后 塔卡拉更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 于2020年推出新系列射击觉醒 激斗瓶盖人 改发射瓶盖 甚至还能够与之前的超级炸弹人玩具连结扩充 实现更多样性的玩法 在测期间 塔卡拉也有与财传逼死对头任天堂合作 推出一系列精灵宝可梦玩具商品 小日子还算是过得美滋美味 不过在精灵宝可梦热潮消退时期 营业而成一度衰退 反备处于玩技越老三的偷迷超越 还好借由塔卡拉于1999年推出的战斗陀螺 总算又站稳玩具二哥的地位 说起战斗陀螺的诞生 这就要回到1998年的日本说起 当时日本小学生主要流行以 《急换式》的游戏卡牌为主 但猪人一时也受到波及销量开始下跌 这时任职于塔卡拉的北村晃南 已有16年开发玩具 欺骗孩子们利用钱惊艳的他 想到了90年代初曾流行一时的陀螺 他为了能够可以跟《急换式》游戏卡牌抗衡 因此将陀螺赋予的可以跟游戏卡牌一样 自由即换组合 制定属于自己的陀螺 再加上对战的元素 还有参考成功IP 弹珠人以及徽章战士 决定将陀螺拆成四个部分 这样不仅可以让玩家自由搭配 又能够分成四样东西来卖给玩家们圈钱 北村还为了避免玩家们 只组成最强的陀螺对战破坏平衡 不仅失去自由搭配意义 只挑最强的陀螺买 又会让较弱的陀螺产品变成三级 让陀螺可以大致出分为攻击型、防御型以及攻击吸收型 这样三种形态就像剪刀石头不一样可以互相克制 增加玩具的耐玩度 于是经由内部仔细规划测试后 1999年便推出新的商品 战斗陀螺 虽然卖到2000年整体销量不如预期 但通过2002年推出的第一部动画加持下 终于带动了战斗陀螺整体销量 如今已销往80多个国家 全球总销量超过4亿5000万个 另一方面 在日本一直不温不火的变形金刚系列 塔卡拉始终没有对其忘却热情 于2004年变形金刚诞生20周年之际 随即公布并推出的第一款MP系列玩具 由MP01科伯恩打头阵 以当时的新技术重新诠释变形金刚的玩具 这款玩具设计巧妙 无论是机器人形态还是卫装形态 其对动画的还原程度 在当时都是前所未见的 但伴随着这系列陆续推出 MP系列的品质也开始出现了好坏参半 并且渐渐走入了下坡 最终无法维持一开始建立的良好口碑 时间终于来到了2005年 塔卡拉面对强敌财团兵与南梦宫签订合并 成为全方面娱乐业巨头的同时 再加上塔卡拉面临新开发的事业失败 陷入了业绩衰退的困境 对抗财团逼在市场上的威胁 并于2006年3月成为新的公司 塔卡拉托米 社长由托米现任社长 富山干太郎担任 副社长则由塔卡拉会长 佐藤庆泰担任 以原托米为基础 由塔卡拉解散并入新公司组织中 新公司的事业领域包括玩具 模型、游戏等项目 会造成日本玩具公司 接二连三合并的原因 是由于日本的少子化趋势 造成娱乐玩具市场的萎缩 再加上游戏产业逐渐进入 大规模投资的时代 为了维持游戏的开发 行销、宣传与流通贩售 需要庞大的资金 故中小规模的游戏公司 纷纷采取业务合作的方式 彼此共享行销、宣传与流通贩售的管道 大型公司也基于资源整合 提升竞争力的考量 而积极采取合并的手段 以投入日趋激烈竞争的市场上 说起托米的玩具历史 可以追溯到1924年 创始人富山龙四郎 开创富山玩具制作所 后在1953年改为三洋玩具制作所 并于1963年更名为托米公司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托米玩具成为世界知名的玩具厂商 曾发售了多种世界著名的玩具系列 托米的代表商品 最有名的就是1991年推出的 蓝光人系列绝对无敌雷神王 并于第三部曲热血最强推出时 收视开始下滑 导致第四部曲完全胜利胎死腹中 成为许多大叔们的遗憾 基兽新世纪洛伊德 是托米于1980年发行的模型玩具 机械的形态以各种动物为蓝本创作 1999年改编成动画系列 名称源于动物般人工生物的意思 洛伊德前身为1982年推出的 Megabonica系列模型 但因销量欠佳而停止发展 其后欧美生产线被出售 更名为洛伊德 由于欧美洛伊德生产线取得成功 因而导致托米在1983年于日本 以新名称重新发行系列模型 其后返导镜建立的 惠星利埃共和国 和帝国军等世界观 丰富产品内容 以及迪士尼系列商品的贩售 还有最能吸引小男孩目光的 则是TOMACO与Play Rail系列 这两个系列 每年所新发售的款式 也大多是当代最新 最流行 或最具代表性的车种 顾其产品能一直不断地 受到许多大朋友与小朋友的喜爱 它的形象甚至被塑造成一种 能联系两代之间 共同情感的玩具 也就是小时候玩托米的老爸 当大人以后还能继续与儿子一起玩托米 合并后的TAKARA托米 也于2018年 机器人风潮退去许久之后 推出新干线变形机器人作为尝试 所幸广受孩子们的好评 也算是现今为数不多 能狗活在市场上的机器人番作品 时间来到了2019年2月26日 被誉为玩具大王的TAKARA创始人 佐藤安泰先生 在千叶线四世享年94岁 TAKARA也趁着财团逼带起的 怀旧机器人风潮下 再次重启现在技术打造的 贵桑桑戴亚克隆系列 吸引不少想怀旧的大叔争相抢购 实在是感慨到 如今的玩具就像是买精品一样 直到2022年 TAKARA通明与长期斗争的财团B 在业界抛出了震撼弹 他们破天荒史无前例的 利用各自擅长的领域 共同合作一起研发出更多的玩具 持续进攻玩家的荷包 准备让大叔们月底继续吃土 虽然现今科技发达的时代 孩子们游玩主流已经被手游取代 这也间接阻断了孩子们面对面 直接交流与学习社交的能力 而TAKARA通明还是持续以 战斗弹珠人 鸡豆瓶盖人 战斗陀螺 小汽车等商品 努力的要孩子们朝着父母要钱 努力维持着 让孩子们聚在一起互相交流 快乐游玩的体验 这都是他们长大以后 可以回味的难忘回忆 而不是只有冰冷冷的 神装神卡等级经验而已 影片的最后 由于TAKARA通明 两家公司的资料相较财团兵比起来实在不多 收集整理极为困难 有赖知识丰富的家老们 可以在下方留言补充 以及纠正指教咯 如果觉得乐解军整理得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乐解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您的每一次超级感谢赞助与广告点阅 都是团队们创作的动力 让频道可以走得更长久哦 感谢您的观看 请留言 请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